我们接下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自动编号 自动编号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第一页文字里面 成功简报关键篇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也许我可能会希望告诉别人说 一做什么 二做什么 三做什么 所以这时候我可能使用的方法就一点 一点 或者是我们在这边写说 那个制作方法 制作方法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 我如果希望是有编号就一点 对不对 我就会直接输入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我可能就直接开始输入中文字 例如说收集素材 收集素材 enter 你有没有发现它自动编号 自动编号完毕之后 我继续打字了 二我可能就是 你大纲 你大纲 你好大纲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这边有你大纲嘛 然后你好大纲 我们就撰写内容 撰写内容文章 然后接下来内容写好之后呢 我可能会制作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插入表格 好 enter 可是接下来 假设我已经做完了 我现在做完这件事了 我是不是想要结束自动编符号 自动编这个项目编号这件事 如何停止自动编号 再加英可见 就结束编号了 你是不是就开始继续打其他的字 例如说 什么 这就是 是 做方法 好 所以 设自动编号 很简单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 结束自动编号 就是再多按一个enter键 所以请你们 先学会自动编号 以及结束编号